《鼻梁勾驱》 所以这样女人的面相丈夫往往身体不好 高拳骨 受腮帮的女人相书认为 拳者 拳也 拳骨横章者好弄拳 骨拳骨横章必与鼻相悖 必多暴力 多不尊重老公 甚至有欺凌老公的现象 若缺乏犬肉 刚过于柔 而成客夫相 书日 杀须三拳面 离夫额不平 欲知三度假 女做丈夫生 若然有此相 中间不安宁 所以这种高拳骨 胆是脸上肉不多的女性 克服严重 一生感情坎坷 陆陆续续离婚结婚 一直不顺 牙齿凌乱一口凌乱不堪的牙 尤其是显得尖销 歪斜 门牙也不像门牙 虎牙也不像虎牙的 这就是所谓的鬼齿 生有这种齿相者 生性相当尖角 好搅和人际间的是是非非 而且一脸的不诚恳 一看就是言不由衷 龟花连篇 生有这种牙的女人运气不会太好 运程并不通达 常被缺钱 没工作的窘境所苦 男人不想被她拖累的话 稍碰为妙 余伟文深的女人余伟文 在女人40岁以后就越发深刻 并且伴有余伟文很长 或者余伟文乱的 这都是克服面相特征 其实还有一种关于余伟文客妻的特征 那就是女人40岁以后余伟文光光的 根本就看不到余伟文的 这样是 克服面相 要么就是非常好色女 要么就是婚姻不幸 没中压眼眉毛和眼睛代表夫妻间的缘分 没为妻子 眼为丈夫 如果粗眉压眼 而眼又无神者 那么这对夫妻结合必定是失败的 双方必定会矛盾不断 家里整日都是鸡犬不宁 缺乏和睦 八字算命 首相面相 婚姻爱情 事业 财运 风水法事 须及避凶等 师父微信 283887